这个回去的话呢 把刚刚讲的其实都有录下来 那上一半有四段影片 那你就把那个哪个地方不太清楚的 你就可以把它重看 然后或者跳快转没关系啦 不太清楚就倒带一下 我刚刚讲的也有把它录下来 所以你回去 我说真的你就花点时间 然后把我的讲的多听个几遍 你大概就知道意思了 你可能刚开始听不太清楚 然后多听个 原来大概老师的意思是这样子 那其实都是学习 这个Excel最重要的部分 如果你这些都有掌握的话 我相信你Excel应该不至于太差 做事的也不至于会太没效力 所以以后你看到别人这样做了 你会觉得 哇这怎么会这样做呢 对这个工具这么好用 你居然不会用 这有点浪费了 真的 实际上你用Excel的功能 大概1%而已 真的 我发现其实Excel非常强大 但是大部分的人都仅止于 真的 你怎么把这个东西拿来当握的用 对 ok 其实 他其实就很好用的东西 你为什么不会用呢 表示说呢 该知道的不知道的 ok 所以就回去再多看一下 至于那个细节部分的话 再留意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课 其实还蛮 蛮迷你的 因为只有9次上课 今天是第6次 所以后面还有3次 只有同学问说 这个课程结束之后 这个我们的论坛会不会消失 就是 跟各位讲 不会吧 不会不会吧 但是也不是不保证说 永远都在 你不要说隔了很多年之后才问我 老师 为什么那个东西在哪里 顶多是说可以跟各位保证 三个月内绝对不会异动 三个月应该够了吧 如果你觉得不够 那你可以再提出申请 跟我讲一下 老师可不可以再加长一下 我还没有复习完毕之类的 就像你买东西会有保固 可是上课这种东西没有保固的 没有说老师你 我上完课 你要给我保固一下 保固 还售后服务吗 是不是 不至于 我只是 这个录影是我自己 我也让大家学习方便 我把它录下来的 这个不是每个老师都一定必要要做的 所以不要特别要求老师一定要说 老师你为什么没有录影 那个默默老师都有录影 而且那老师都放在YouTube 你都没有放YouTube 很不 不太方便 OK 老师想说 他心里是什么想 对 所以想说 到底是哪个地方 那个老师很讨厌 为什么 是不是 那我还做得让学生这么方便 然后每个老师 其实已经做了快20年了 YouTube在2005年 2006年 开始上线我就做了 OK 那其实不是只有YouTube YouTube之前其实他另外Google还有个Google的video 其实最早其实就有 不过那时候的影片的这个解析度实在很糟糕 只有VCD的画质 VCD啊 各位应该知道什么 如果你知道 表示你应该有点年纪的 因为那个东西 画质实在很糟糕 跟录影带 录影带应该很多人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画质很糟糕的东西 跟现在是无法比的 那我现在的影片基本上都是1080 我本来之前是1080 现在4K的一半 4K是1080的double OK 那OK 那这个部分的话大家要录影下来 给各位参考 其他像云端的位置上面都有讲义 所以如果你假设要参考的话 像152这边也有啦 151也有 你可以回去再看过 甚至101这边也有 所以呢 待会请各位把这个打开 然后当然啦 我是建议如果有遇到问题 可以先思考做做看 那不见得一定是我的答案是最好的 可能你有更好的解答 欢迎你再告诉我一下 比如说以这一题好了 那因为这一题的话 它的汉字 它的中文 都刚好在前面 可是如果刚好不在前面 那就麻烦了 可是如果刚好在前面 就很好办 不在前面 那就有不在前面的解法 那首先的话 你可能会遇到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各位有没有发现 它虽然中文字 也有英文字 也有数字 也有数字 对 可是呢 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 它的那个什么 这个这个 英文字 数字好像没有 有没有 有些是全形的 像你看 你看得出来吧 像这个A特别大 如果是半形的A的话 你可以在旁边打一个半形A 不是 这已经是全形 如果你要打半形的话 你可以按 Shift键按住再按空白线 Shift键按住再按空白线是切换 切换那个这个全形半形的 这个是半形的 这个是半形的 看起来好像这个是全形的 好像不太明显 有啦 宽的宽一点点 有没有 但是 说真的看不太出来是真的啦 OK 那我怎么知道说 这边是全形还半形的 其实呢 跟各位讲 如果呢 你今天要把 这个全 这个这个资料提取出来的话 一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 去算它里面有几个字 跟 首先的话 你可以用这两个函数 第一个的话呢 你可以算这里面有几个字 另外的话呢 这边有几个by者 我好像上礼拜也讲过吧 那 如果你先用by者好了 我先在旁边做练习 这个地方 C2的地方插入一个 就是 LEN B 首先LEN B 那LEN B 这个B 指的是by者 那会去算说 这里面有几个by者 那如果算下来的话 中文字 是两个by者 那 全形字 也是两个by者 就会算两个字哦 所以你会发现这两个不是有差异了 所以如果你假设先用LEN B 算出来它是22个by者 那如果你假设在旁边再做另外一个LEN的话 它这边应该就会有个字数 LEN 这边有几个字 13个 所以显然 假设说把22减掉13 得到9 那表示说有9个可能是中文或者是全形 那你想说 老师那如果我今天我不想要这个管全形半形的话 那其实我们可以先做一件事 就是先把这一些字有没有 先把它转换成什么 全部转换成半形 也所以哦 第三个我们可以再转成半形还记得吧 全形转半 ASC 有没有 ASC 然后给它 它就帮你把它全部转 那你会发现转的地方 它就是把ACCESS 应该六个全形字 转换成半形字 有没有 好 那转换之后的话呢 我们再来一次 如果说我今天咯 再做刚刚那两件事 什么是呢 LENB 跟LEN的话 那你会发现哦 它的差异呢 就会出现了 那这个我把这个算的 只向这里 这一个 只向哪里 只向这里 OK 你会发现哦 我刚刚多用了一个ASC之后 你会发现 他马上 你说 老师你用ASC之后呢 为什么他数量就少了几个 六个 为什么 因为他就把 这六个 ACCESS 把它变成半形 那半形的话呢 本来应该是两个byte 它就变一个byte 有没有 所以算下来的话 这边其实就是三个 这边六个 六个应该加这后面十个 所以加起来应该就刚好 没错 可是如果SS是全形的话 那又多六个 OK 好 那所以哦 如果我有这个答案的话 嗯 那我就可以 知道说 两个相差三个字 那如果刚好中文字也在开头的话 那很简单嘛 我只要怎么样 再用that 就可以抓到那三个字了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OK 好啦 所以哦 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这个 当然你如果现在可以怎么样 把 这两 比如说我三个字的话 中文字到底有几个字 那我就等于什么 这个字 这个减掉这一个 那不就三个中文字了 那看一下是不是三个中文字 没错 那其他的你说 可不可以如把炮子 当然可以啊 像这边 我把它拉过来一点点 所以 这边这个我就向下填嘛 看看 先把这边先抓过来 那一样哦 套用ASC 所以 这边EX Excel的E 它就变成 那个什么 全形转半形 那后面这边的话呢 我就再一样把它向下填满 这边再向下填满 那这边的话再向下填满 那当然最后 如果你要再把它字切出来的话 最后呢 你再用什么 用ASC 就可以了 把你要的资料 就在这里 取几个字 取这个数字 它得到的应该是中文 有没有发现 全中文的 OK 不过前提是 中文字 刚好在最前面 或者在最右边也可以 可是中间 如果有固定位置也可以 如果不是固定位置 那就麻烦了 那你就要想别的方法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 我是先用LENB 再用LEN 然后这个是用ASC 转 不管里面有多少个全形 通通转成半形 再用LENB LEN 那最后的话 算几个字 就把字切出来 请各位先试一下 那当然最后 我是希望 这后面的这些东西 都可以删掉 只留下 一个完整公式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